好同学们搞定了买卖合同 我们来看第二个赠与合同 赠与合同内容不多 难度不大 这两星是从难度上给的 并不意味着它不考案例分析 也有可能涉及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合同性质 赠与合同是单物合同 只有赠与人有义务 受赠人没有义务 它是无偿合同 它是诺承合同 我们也介绍过 我说赠与合同 它虽然是单物合同 但是赠与行为 它是一个双方法律行为 受赠人要同意才可以 第二个我们讲了 所谓的有偿和无偿的问题 对吧 我们说赠与行为 虽然说有辅义务 但是辅的这个义务 并不是赠与财产的对价 所以它依旧属于无偿的 这是从性质上判定 这个大家得知道 好 那么接下来是赠与人的义务 首先第一个是过错责任 因为赠与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致使应当交付的赠与财产回准灭失的 那对不起 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们的合同法 它的基本原则就是诚信原则 你既然答应人家赠了 那你就应该赠 是吧 你如果不答应人家赠 你可以撤销赠与 后面我们就会讲到 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 你可以撤销 或者说你干脆就别赠 对吧 你答应赠了 然后你又故意把这东西给弄坏掉 你什么意思呀 所以对不起 这种情况下 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当然如果不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 这个是出外的 好 接下来第二个叫瑕疵担保责任 一般情况下呢 赠与财产如果有瑕疵的 赠与人不承担责任 要啥自行车呀 对吧 本来就是白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有点轻微的瑕疵 有个小磕小碰的也就无所谓了 好 第二一个 如果是辅役物的赠与 那赠与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人在辅役物的限度内 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辅役物的赠与虽然义务不是赠与财产的对价 但是在辅役物的限度内 它就相当于买卖合同 辅役物的限度内 它是相当于对价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在辅役物的限度内 要求赠与人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好 第三个 说赠与人如果故意不告知瑕疵 或者保证无瑕疵 造成受赠人损失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一条呢 在这些条款当中 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条款 因为前面的内容 你说他考试的话 设计案例怎么设计 这个辅役物的限度 他怎么去设计这个限度 跟正与财产的价值呢 是不是 所以他不太好设计 但是这一条 他是比较好出案例的 这个呢 很简单 四个字解决叫目的不纯 他就不是想送你东西 他就是故意想坑你 话说 老猴呢 有一辆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呢 刹车时零时不零 尤其是在速度快的时候 他一准不零 于是呢 老猴呢 就天天拿这个自行车呢 在老赵面前显配 老赵呢 就跟老猴说 说你这自行车不错呀 老猴说你想要吗 想要我送给你了 老赵说真的呀 老猴说当然是真的了 我送给你了 我这个自行车可好奇了 尤其是在大下坡的时候 那速度冲起来 啥啥的 可爽了 老赵说行 你要是送给我的 那我就要了啊 老猴说拿走 你看 老赵拿这个自行车啊 真的是一顿狂奇 赶上一大下坡 啥就冲下去了 结果底下一块大石头 老赵眼瞅躲不开了 赶紧刹车 结果一刹没有 砰就撞上了 给老赵摔的 头发都掉了 那你说老猴这个行为 他是目的想把自行车送给老赵吗 那就是想摔他 对吧 故意不告知 或者保证无瑕疵 好 接着往下来 第三个是赠予的撤销 赠予的撤销当中 分为任意撤销和法定撤销 与其他的考点不同的是 相对来说 任意撤销反而会更加重要一些 而法定撤销呢 可能更多的时候 会从客观题的角度去设计 所谓的任意撤销指的是 赠予人在赠予财产的权力转移之前 是可以撤销赠予的 先看到这 什么转移之前 是赠予财产转移之前吗 不是 是赠予财产的权力转移之前 那赠予财产的权力 指的就是物权 物权什么时候转移呢 动产看的是交付 不动产看的是登记 所以看清楚是权力转移之前 可以撤销 但是注意一下 不是所有的赠予都可以撤的 经过公正的赠予合同 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 具有救灾 扶贫 助残 等公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 是不能撤销的 之所以这些合同不能撤销 是为了防止赠予人以赠予为名 行苟且之事 我们以前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某个地方受灾了 然后呢 这个全国各地的人民都给他捐款捐物 是吧 中国人讲究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然后呢 电视台呢 搞赈灾的一言晚会 请很多的明星来 明星呢 都承诺说我们演出呢 不要报酬 是吧 正在一眼嘛 然后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就有企业在过程当中举牌子 说我捐款二十万 这个企业把牌子举起来 那边企业说你坐下坐下坐下 好意思吗 才捐二十万 看我 看我 我捐两百万 那边说了 你俩都坐下吧 你好意思 你看我的 捐两个亿 一个喊的比一个高 晚会开完了 是吧 明星呢 也获得了露脸的机会 企业也把自己的企业价值 企业理念 企业文化宣传出去了 然后呢 钱呢 捐了吗 等到真金白银往外 掏的时候了 谁也不掏钱了 对吧 说哎呀 我那就随口一说啊 你那以为真捐呢 是吧 我撤销赠予 能撤吗 所以 这就是防着这种人的 好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法定撤销 法定撤销 分为赠予人的撤销权 和赠予人 近亲属的撤销权 赠予人的撤销权 第一条叫 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予人 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这不就是恩将仇报吗 我们常听说 说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以德抱怨 那还有人说呢 这个是孔子说的 是孔老夫子教导我们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别人如果打了你 你不能还手 打了你左脸 你最好把右脸伸过去 让他再打一下 这句话是不是孔老夫子说的 是 这句话出自论语献问 但是这么多年来被人断章取义 献问的原文是 以德抱怨何以抱德 以直抱怨 以德抱德 孔老夫子那也是山东大汉 血性男儿 老夫子的意思非常清楚 就是你要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 我把我们家房子送给你都行 你要对我不好 我拿板本拍你 对吧 我都把你东西送给你了 你还严重侵害我 还侵害我的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那我当然就可以撤销赠予 好 第二个是对赠予人 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 第三个是不履行赠予合同的约定义务 既然有义务不履行 约定义务不履行 那么我们都是可以撤销赠予的 相当于一方伪约嘛 对吧 那提示大家 注意一下 在赠予人 继承人和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上面 它是有一个非常隐蔽的陷阱的 那大家想一想 赠予人的继承人和法定代理人去行使撤销权 为什么赠予人自己不去行使了呢 因为他行使不了了 为什么行使不了 是因为受赠人的违法行为 导致了赠予人死亡 或者是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 那这种情况下 他行使不了 赠予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 就可以撤销赠予 但是你一定看准了 是不是说只要因为受赠人的原因 导致赠予人死亡 或者是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赠予人的继承人和法定代理人 就都可以撤销赠予呢 我们说不是 必须抵视因为受赠人的违法行为导致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老赵呢 把一辆汽车送给了老高 老赵为什么给老高送汽车呀 因为老赵喜欢人家 老赵在追求人家 结果呢 几次跟人家提 老高都不同意 有一天呢 老赵呢喝了点酒 俗话说酒壮怂人胆 是吧 老赵呢到了老高他们家 意图对老高进行非礼 老高的小体格子可不惯着他 俩人撕打过程当中 老高一脚踹到老赵小肚子上了 给老赵踹得登登登往后退 然后呢 自己没站住 从楼梯上摔下去了 可巧不巧 这个脑袋就磕到花盆上了 结果呢 就没了 然后呢 老赵的儿子小赵不干了 起诉老高 同时 附带的 就是要求撤销赠予 结果最后法院怎么判的呢 正当防卫 同学们 这种情况下 是违法行为吗 不是 法院都判正当防卫了 那既然不是违法行为 能撤销吗 不能 当然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再换个例子 老赵把一辆汽车送给老高 老高特别开心 说你还得是咱哥们关系铁 是吧 走 咱俩开车 兜风 喝酒去 老高拉着老赵 到了一个小酒馆 两个人推一杯换盏 俩人摆酒 干了四斤 一人喝了二斤 喝完了之后 舌头都大了 老高搂着老赵 咱哥们好 走 咱兜风去 开着车 那真是左手画龙 右手画彩虹 是吧 那车在马路上这个走的 结果对面迎来一辆大卡车 灯光一闪 老高清醒了 老高 往左一打方向盘 就把老赵给让出去了 结果呢 老赵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这个 作为老赵的继承人小赵 可不可以要求车要赠予 这个就是可以的 为什么呀 因为受赠人老高的罪嫁 这就是违法行为 导致了赠予人老赵的死亡 对吧 所以考试的时候一定听准 到底是受赠人的什么行为 这是关键 同时提示大家注意 如果满足法定车要条件 无论赠予财产的权利 是否已经转移 无论赠予合同 是否经过公证 以及公益性质 都是可以行使车要权的 一旦车要权行使之后 赠予财产权利已经转移的 那赠予人可以向盛作人 要求返还赠予财产 满足法定撤销条件 就可以撤销 不管是什么行为 好 那接下来就是撤销权的行使了 赠予人的撤销权行使 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 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而赠予人的继承人 或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 它的行使期限 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 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 所以对于撤销权的行使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时间 大家要把它跟之前的撤销权的 行使期限合并到一起去记 前面我们讲了 一般情况下 是自知道之日起一年 赠予人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就是这个一般情况 那如果是因为重大误解 它是知道之日起九十天 那如果是胁迫行为呢 胁迫行为也是一年 但是呢 它的起算点是胁迫行为 终止之日起一年 然后就是赠予人的继承人 和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 它的时间是知道 撤销市有之日起六个月 好了我们来看题 这是二一年的一道 多元题 说下列关于赠予合同规则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谁 A说赠予人的撤销权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 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这是一般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没有任何问题 正确 B说赠予人 因受赠人的侵害行为而死亡的 赠予人的继承人 行使撤销权的期间 为自撤销原因发生之日起六个月 时间是六个月 起算点错了 起算点是自知道之日起六个月 C说受赠人 严重侵害赠予人 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赠予人可以此为由撤销赠予 这是恩将仇报 所以我们就以职报怨 法定撤销情形 没问题 B说当受赠人 有法律规定的忘恩行为的时候 那赠予人可以撤销赠予 但赠予具有救灾性质的除外 当受赠人有法律规定的忘恩行为的时候 前面这不就是忘恩服役吗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满足法定撤销条件的 无论合同是否经过公证 无论是否在带有公益性质 都是可以撤销的 没有这个除外情形 所以他错了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和C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2017年的多选题 这道题说赠予合同履行后 受赠人有特定忘恩行为时 赠予人有权撤销赠予合同 问你下列个项中属于此类忘恩行为的有谁 A是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予人亲属的合法权益 这个选还是不选 这个是当年争议比较大的一个点 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予人的亲属 法律的原文表述是 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予人的近亲属 近亲属和亲属一样吗 不一样 对吧 所谓的近亲属包括父母 配偶子女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 这就是近亲属 那其他的这些孤表亲 仪表亲 就是属于其他亲属了 所以他对于亲属范围的界定是有问题的 因此这个我们不能选 好 B说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予人的合法权益 有 C选项受赠人不履行赠予合同约定义务 有 D是受赠人对赠予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 这个也有 必须是有特定的忘恩行为时才可以撤销 A选项 它范围比法律规定的范围大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CD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道16年的多选 这道题说 贾为庆祝好友已60岁的生日 你赠予其古董瓷瓶一支 但是双方约定瓷瓶交付后 贾可以随时借用该瓷瓶 那同学们 这个约定你能看懂它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不就是赠予合同所辅的受赠人的义务吗 就是我可以把瓶子赠给你 但是你的义务就是让我可以随时的来 来借用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下列说法中哪个是正确的 A说瓷瓶交付以前 若假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 严重影响其生活了 就可以不再履行赠予义务了 那我们在任意撤销当中有明确规定 在赠予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赠予人是可以撤销赠予的 瓷瓶是动产 动产的权利转移是看交付的 所以瓷瓶在交付前 作为赠予人假 是可以撤销赠予的 跟什么经济状况恶不恶化 影不影响生活没有关系 这个只不过是他的一个 所谓的撤销的借口而已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是经过公正的赠予合同 或者是带有救灾扶贫 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予合同 这个是不能撤销的 而生日礼物经过公正了吗 没有 生日礼物是否具有救灾 助残扶贫的性质呢 也没有 正因为如此 这个是可以撤销的 比如说瓷瓶交付以后 若假请求借用时被已拒绝 已可以撤销赠予 我们讲了 随时借用 这个就是赠予合同所辅的受赠人的义务 而如果说受赠人不履行赠予合同约定义务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撤销赠予啊 这个是属于法定撤销 所以法定撤销 即使赠予财产权利已经转移 即使经过公正 即使带有公益性质 都可以撤销 没问题 所以说瓷瓶交付以后 若被鉴定为赝品 以有权以欺诈为由 撤销赠予 同学们 瓷瓶这是个古董瓷瓶 被鉴定为赝品 那假一定知道这个瓶子是赝品吗 不是吧 所以你这个欺诈 它是应该带有主观的故意性的 那它不是故意拿赝品来糊弄你的呀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谈不到 以欺诈为由撤销赠予的问题 D说瓷瓶交付以前 以贾不得撤销赠予 任意撤销 在赠予财产权利转移之前 是可以撤销的 所以D也是错的 那这道题的答案就是A和B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2012年的单选题 这道题说 2011年的10月8日 贾提出将其正在使用的轿车赠送给乙 乙呢 欣然接受 10月21号呢 贾将轿车交付给乙 但未办理过户登记 车呢 是动产 是吧 交付了 财产权利就转移 交车时呢 乙需要贾询问车况 贾称一切正常 放心使用 这一看就有问题了 是吧 保证无瑕疵 或者故意不告知 事实上该车三天前曾出现刹车失灵 故障原因尚未查明 结果已在驾车回家途中 刹车再度失灵 车毁人伤 好歹是人伤不是人亡 问你下列表述当中正确的是谁 四个字解决它吧 目的不纯 所以怎么办 损害赔偿责任吗 A说贾以赠予合同的成立时间 是2011年的10月8日 那你翻回去看一眼吧 10月8日贾提出 将其正在使用的轿车赠予给乙 以欣然接受 赠予合同是属于诺承合同 承诺成立合同成立 贾同意也同意 OK 所以A选项是没问题的 B说双方没有办理过户登记 因此轿车的所有权尚未转移 轿车是动产 动产自交付制起所有权转移 所以B是错的 C说贾未如实向以告知车况 构成欺诈 因此赠予合同无效 即使构成欺诈也是可撤销 是吧 所以C是错的 D说赠予合同是无偿合同 因此以无权就车毁人伤的损失 要求假赔偿 有没有权 当然有权 因为他是故意不告知 或者保证无瑕疵 目的不纯 就是想坑人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选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有名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呢 是一个典型的三星级考点 在我们的各类合同当中 他是属于相对重要 主关题考核频率相对多的一个合同 要求考生必须重点关注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借款合同的形式 借款合同呢 采用书面形式 但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另有约定的除外 所以跟银行的借款 企业之间的借款 这个就是属于要事行为 书面形式的 但是自然人之间 是吧 老侯跟老赵说 给我拿50块钱 我中午吃顿饭你忘带钱了 像这种 无所谓于书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贷款人如果没有按照约定的日期和数额提供借款 造成借款人损失应当赔偿损失 那在借款合同当中 出借的一方 我们将之称之为叫贷款人 借入的一方 我们称之为叫借款人 所以这俩人的名字你别闹混了 也就是说出借方没有按照约定去提供借款 就意味着出借方违约 那给借入方造成损失 当然要承担赔偿责任 好 第二条 说借款人没有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 贷款人 可以采用三种手段来维权 停止发放借款 提前收回借款和解除合同 借款人没有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来使用借款 会增加贷款人的风险 是吧 借款人跟贷款人说你借我20万 贷款人说你借这钱干嘛用啊 借款人说我买房子 贷款人一琢磨他买房子 这钱买完了之后 他有一个实体的房子在那 如果有一天还不上钱 那房子还有 对吧 那风险是不是小 结果呢 借款人借来钱之后 他没去买房子 拿着钱去澳门赌去了 那你说这个风险大不大 所以站在贷款人的角度 如果说这个钱 他还没有全部交付 那我就可以不交了 停止发放 对吧 如果已经交付了 那我就可以要求提前收回 然后可以选择借出合同 好 那接下来就是借款期限 双方当事人有约定 重新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 就依照民法典的规定来确定 仍然不能确定的 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 贷款人也可以催告借款人 在合理的期限内返还 你说这个东西 你还需要单独记吗 我们在合同 合同编的通则部分 讲过约定不明时的旅行规则 对吧 约定不明时的旅行规则 如果说对于旅行期限 约定不明的话 这不就是旅行期限的约定不明吗 那 借款人可以随时还款 贷款人也可以随时要求还款 但是都要给对方必要的旅行时间吗 好 接下来看一下利息的规定 利息的规定在借款合同当中 当然是属于最重要的内容 对吧 你说借款合同什么最重要 当然 确定 怎么借钱 怎么还钱 还多少利息 这些是关键 好 首先第一个 禁止砍头戴 这个是我们案例分析题考核频率非常高的一个点 借款 利息 不得预先在本金当中扣除 那如果扣了怎么办 利息预先在本金当中扣除的 我们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 并计算利息 这个内容 你们在财务成本管理这个科目当中应该也有学 那你们有利息先扣 利息后扣和等于本息 然后去计算筹资成本 对吧 那那是你们财管的东西 在经济法里边 对不起 利息先扣 就是违法的 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当中扣除 但是如果扣了 你也知道怎么去处理 那就是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比如说 假公司向乙公司借款 一个亿 双方约定 年利率10% 借款两年 利息预先在本金当中扣除 到期一次性还本 那 以公司实际向假公司提供的借款数额是多少 8000万 对吧 一个月 一年10%的利息是1000万 他扣掉了两年的利息2000万 实际提供的借款数额是8000万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两年到期还款的时候应该还他多少 是按照合同的约定还他一个亿的本金呢 还是按照实际借款来返还本息呢 应该是按照实际借款来 你实际就给了我8000万 所以我先还你8000万的本金 然后按照两年 每年10%的利息 还你1600万的 利息一共还9600万就可以了 而不需要偿还一个亿 这个 重点 好 接着往下来 是利息的支付期限 对支付利息的期限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依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仍然不能确定的 如果说借款期限不满一年 那我们就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了 如果借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 那我们是每借满一年时支付一次 而剩余的期间 如果不满一年的 在返还借款时就一并支付就可以了 那这一块的所谓借满一年 指的不是一个自然年 不是1月1号到12月31号 它是一个顺延年 也就是从你借款的那天开始算 到一年 所以这个内容呢 没有什么太多可解释的 也都很清楚 就是不满一年到期一块付 如果一年以上的 没满一年付一次 就这么简单 好 第二条 说借款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日期和数额 收取借款的 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和数额支付利息 这是谁的原因 这个是借款人的原因 是吧 如果是贷款人没有按照约定去提供 那给借款人造成损失他要赔 那如果是我贷款人提供了 结果你借款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日期和数额来收 那对不起 你还款你还得按照约定的日期来还 利息你还得按照约定的标准来付 那是你自己的责任导致 好 第三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呢 除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 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来计算 利息 这不就是提前履行吗 提前还款不会造成 这个给当事人造成什么损失 也不会给当事人造成什么 额外的费用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允许 那么允许提前还的话 人家没有借那么长时间 当然我们要按照实际的借款期间来计算利息了 所以像这些条款 你说考主关题让你去答 你就通过尝试去答就行了啊 也不需要去刻意的死基因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内容 是民间借贷合同 民间借贷合同呢 实际上是我们在借款合同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和效力 民间借贷第一个提及的就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它的成立呢 是比较特殊的 特殊在哪呢 它是我们在整本教材当中 所建到的三个实践合同之一 是实际学习的两个实践合同之一 建到的三个实践合同 有保管合同 定金合同 和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 就是前面我们有提名字的 但是真正学的就是借款合同 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和定金合同 保管合同我们是没有的 好 那么在这里面提示大家注意一下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不是说自双方签订合同时成立 而是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才成立 也就是说 它要进行现实的交付 它要进行现实的交付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认定为贷款人已经提供借款的情形 换句话说就是认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 已经成立的情形 如果是以现金支付的 没什么说的 借款人收到借款的时候 你把现金交到他手上 如果是以银行转账 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 我们要求资金要到达借款人的账户时 要进入他的银行账户 如果是以票据来交付的 是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的时候 那借款人怎么才能取得票据权利呢 你在票据上要做相应的记载 并将票据交付给借款人 如果是签发的 那你就在出票人栏签章 如果是以背书方式转让的 就在背书人栏要签章 签章完毕之后还要交付给借款人 所以它是两个动作 一个是签章 一个是交付 这个内容呢 在后续我们讲票据法律制度的时候 会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好 再往下 是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的支配权 授权给借款人的 那这个呢 是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的时候 给你一张银行卡 告诉你这张卡 密码六个六 是吧 好 接下来 最后一个就是出借人 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交付的 那就是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的时候 所以这个就是个兜底项目 主要呢是前四个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非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效率 所谓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主要是指企业之间的借款 以及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借款 那原则上有效的情形 是这个借款被用于生产经营 这就是我们判定的初衷 你到底是属于民间借贷 还是属于非法集资 关键在于你借钱干嘛 如果你借来的钱是用于放贷 非法集资 如果你借来的钱是用于本单位的生产经营 民间借贷 这就是判定标准 说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 法人之间 非法人组织之间 以及他们相互之间 为生产经营的需要 定立的民间借贷合同 我们认为是有效的 法律上是允许这种行为存在的 还有就是内部集资合同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的形式 向职工筹集资金 这不就是企业和个人之间借款吗 对吧 但是前提是你依旧要用于什么 本单位的生产经营 这种情况下的民间借贷合同 我们的法律是许可的 我们认为它是有效的 好 接下来 是犯罪行为不影响合同效力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 他的借贷行为如果涉嫌犯罪 或者说是已经生效的判决 对其认定为 构成犯罪 都没关系 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 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 什么意思呀 就这个破玩意儿 坑了多少人 对吧 他是非法集资的 我们是认定为构成犯罪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 你从他手里借来的钱 你就不用还了 这个民间借贷合同 并不当然无效 好 接下来是导致 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情形 包括套取金融机构贷款的转贷 以向其他盈利法人借贷 向本单位职工集资 或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 取得资金转贷 你看他干嘛用 对吧 还有 为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 以盈利为目的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 注意 判定的标准 是向不特定对象 提供借款 这不是都是属于非法集资的典型吗 是吧 如果是单位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 向本单位的职工来集资 承诺给职工一定的利息 那大家想一想 职工把钱借给单位 用于生产经营 他是不是一个没有依法取得 放贷资格的出借人呢 是的 他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呢 当然是了 谁借钱不为了利息啊 对吧 但是他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 提供贷款吗 不是的 他是向本单位提供的借款 那这就不算 对吧 好 第四个 说出借人事先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 借款是用于违法犯罪 仍然提供 再有就是违法和违背供需两所 所以对于导致民间借贷合同 无效情形的判定 主要是看他是否是非法集资 这个前四条才是考点 后边五六两条 你不用从这判断 你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就可以判断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民间借贷对利息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的处理 民间借贷对利息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 我们是看 他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 还是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 如果是自然人之间的借贷 对利息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 都是视为不支付利息 都是视为不支付利息 老侯跟老赵说 你借我五十块钱 吃点中午饭 我下礼拜还你 老赵说行 俩人约定利息了吗 没有 那就到下礼拜 还五十块钱就行了 不用说再额外 给五分钱利息 没必要 好 那么如果是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 如果是没有约定的 视为不支付利息 但是如果是约定不明的 注意一下 我们要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 并根据当地或当事人的交易方式 交易习惯 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来综合考量确定 那这个综合考量跟你就没关系了 这是法官的事 总之一句话 你就记住了 对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都是视为不支付利息 而非自然人之间的借贷 没有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 约定不明 那咱们综合考虑 但是是要付利息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民间借贷的利率 民间借贷的利率 就是这个行为 我们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同时我们要防什么 我们要防止高利贷 是吧 我们要防止高利贷 那高利贷 最终的结果 就会导致借款人家破人亡 或者说借款人铤而走险 去从事现象的违法犯罪的行为 因此这个是被绝对禁止的 因此我们对于利息 是要有一个约束的 这就是他上线的由来 说出借人请求借款人 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与支持 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 超过合同成立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的除外 这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由中国人民银行来确定并公布 那我们将之称之为叫LPR 所以利率的上限 就是看合同成立的这个时间点 那么LPR呢有很多 他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一年期的LPR 然后呢倍数呢就是四倍 有人问LPR是多少是吧 3月20号的时候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一年期的这个市场贷款报价利率 就是这个LPR是3.65 我们国家这个数字呢 一度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数字呢 实际上已经连续七个月 保持的是稳定的了 那如果是五年以上的这个LPR 现在也不过就是4.3 是4.3 所以现在呢 这个利率呢 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阶段的 之所以试行这种低利率 其实大家也都明白怎么回事 我们得扶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就是这个意思吧 大概了解一下 你知道它是什么就行了 当然这破名太长了 合同成立是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4倍 我要是后边给你们讲课都这么说 你们听着眼泪 是吧 老猴眼泪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简称为4倍利率了 表现上我们就写成LPR乘4 表达上我们就说4倍利率 大家都能听懂吧 那就行了啊 往下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内容 就是民间借贷的利滚利 所谓利滚利 就是指负利即息的问题 那利率有上限 你说负利即息有没有上限 当然也有上限 是吧 那么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认可它的负利 前提是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 将利息计入了后期借款本金 要重新出具债权凭证 好 那么前期利息能否都计入后期本金呢 那我们得看你的前期利率 有没有超过利率上限 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4倍利率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认定为有效 你就可以记入本金 如果前期利率超过了合同成立时的4倍利率 那这种情况下4倍利率以内的部分 我们认定为有效 而超过部分的利息 我们是不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的 换句话说就是你记不进去 光这样就完了吗 我们说没完它还有一个综合上限 综合上限就是用你最初的借款本金 乘以4倍利率乘以N就是借款年限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所谓的支付利息的上限 就是按照我们的利率上限 单利即息乘以借款年限 如果说你的负利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我们是认可的 如果说你的负利超过了这个范围 对不起不认 当然不认只是对超过部分不认 举个例子吧 用数说话是最清楚的 我们假设呢 老侯跟老赵呢 有一笔借款 借款的本金呢 是100万 那期限呢 是两年 利率呢 是20% 同时呢 我们也假设 合同成立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 是6% 那它的四倍是多少 4.6就是24% 有人说你前面不刚说完 现在利率低吗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不才3.65%吗 你这给假设 怎么给那么高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 民间借贷的利率呢 事实上这么多年 经过多次演进 它最早的时候 就是按照这个东西来算的 就是按照这个24%来算的 因为当时的市场报价利率 就是6%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呀 就不调了 因为要调的话 我们后续的这些比例 都得跟着调 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就假设为6% 好了 那双方约定的是什么呢 是负利计息 好 负利计息呢 那我们要求 要每年对利息结算一次 对吧 那2022年1月1号 满一年的时候 结算利息并入前期本金 那利息是20万 并入就是120万 那能不能并入呢 能不能并入 我们要看 它的前期利率 是否是在我们的规定的范围之内的 那所谓的规定范围就是有没有超过4倍利率 对吧 那20%没有超过24%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允许并入的 那并入之后呢 我们要出具新的借款凭证 那这个阶段是没问题的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算 到两年期满 也就是2023年1月1号还款的时候 按照新的本金计算 本金是120万 20%的利息是24万 加到一起是144万 那我们可不可以要求老侯来支付144万呢 那咱们就算一下吧 算一下吧 那按照我们的这个四倍利率的上限的单利计息来计算的话 它的利息一年就是24万 对吧 那一共借的是两年 所以乘以N就是48万 然后加上本金的100万 一共是148万 那144万超过148万了吗 没超 没超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福利我们就认可 这是没问题的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利息给大家换一下 还是老侯和老赵这俩破人 还是借款100万 还是两年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还是6% 4倍利率还是24% 但是他们俩约定利率变了 约定利率是22% 负利及息 好 那么在第一年到期的时候 我们要求 结算利息并入本金 那么能不能并入 关键在于看前期利率 有没有超过利率上限 前期利率约定的是22% 超过利率上下24%了吗 没超 没超 那么允许把前期利息并入本金 一并计算 所以这122万的新本金 我们是认可的 好 然后接下来 在2023年的1月1号还款的时候 按照新本金122万 和利率22% 计算出来的本利盒是148.84万 你自己按计算器去算一下 同学们 这个 如果老赵要求老侯向自己偿还本金加利息 共计148.84万 人民法院支持吗 我们说不支持 为什么 因为他超过了 以单利计息的上限 148万 对吧 以最高利率24% 单利计息两年的上限是48万的利息 加上本金100万 一共是148 由于超了 所以超过部分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 老赵最多只能向老侯主张还款148万元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 还是这俩人 这回的前期利率 双方约定的是30% 好 你约定了30% 在一年到期的时候 按照这个利率 计算出来的利息就是30万 并入本金就是130万 能并进去吗 我们说对不起 并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 你的利率 约定利率 超过了四倍利率的上限 所以我们只能认定为四倍利率的部分 可以并入本金 超过的部分 不认 所以我们认定为新的本金 应该是124万 好 那么接下来 在2023年1月1号还款的时候 老赵按照130万的30%计算出来 要求老侯向自己偿还169万 人民法院认可吗 当然不认可了 我们刚才算完了 上限是多少 上限就是148万 是吧 所以你请求还款148 人民法院支持 请求还款169 那是胡说八道 这就是复利计息如何计算的问题 前面我们讲了原理了 也讲了简化的计算规则了 也举了例子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民间借贷的预期利率 预期利率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对于预期利率的界定 我们首先看双方当事人 有没有约定预期利率 如果说有约定了 那我们就原则上从其约定 但是前提是你的约定不能够违法 什么叫违法 就是不能够超过利率上限 以不超过利率上限 四倍利率为准 那如果说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呢 对于预期利率没有约定 那我们就得看 你是借期利率有没有 如果说是借期利率有 预期利率没有 那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处理方法 那如果是借期利率和预期利率都没有 那我们又是另一种处理方法了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 就是对于借期利率和预期利率 均未约定的情况下 那我们是参照当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标准 去计算利息 承担预期还款的违约责任 这一条非常重要 注意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这一条 它通常情况下 会结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来进行考核 前面我们讲了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对于利率 对于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是视为不支付 对吧 好 那如果说借款人预期还款了呢 作为贷款人 能不能要求他支付预期利息啊 可以 可以的 那预期利率也没有约定 怎么办呢 很简单 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也就是一倍利率 一年期LPR的一倍 来去计算 那么这块呢 注意一下啊 这个所谓的当时 你不要去纠结到底是什么时候 因为这个内容呢 如果是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它是没有悬念的 也就是说考试 如果他考这个点 他会告诉你 当时人对借期利率和预期利率均位约定 同时也会告诉你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多少 他会作为一致条件告诉你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去争议他 说这个当时到底是什么时 是预期时 还是你去起诉时的 这个这个这个利率 就别去纠结他了 因为这个东西 他确实是有一定争议的 好 那么接着往下 是约定借期利率 未约定预期利率的情况 那既然你约定了借期利率 没有约定预期利率 我们就参照你的借期利率来 法院支持与借期利率相同的预期利率 但前提是你的借期利率 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那规定的范围内 就是不能够超过四倍利率上限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四倍利率 它是一个铁线 在民间借贷当中 是绝对不能逾约的 只要逾约了 对于超过的部分 我们都是不支持的 好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 这是最重要的 你前面不是没约定吗 那如果说我约定了呢 我既约定了预期利率 同时我还约定了违约金 和其他费用 作为出界人 他可以选择主张 也可以一并主张 但是总计依旧不能超过 铁线依旧不能超过四倍利率 这个内容是我们在考试当中 主观题比较喜欢考的一条 因为它的考题设计呢 是比较容易的 它会告诉你 假公司和乙公司 双方借款本金是多少 比如说期限一年 然后告诉你 借期利率是12% 那如果说假公司预期还款 应当按照借期利率支付预期利息 说明什么 说明双方约定的预期利率 也是10% 然后同时要求按照10%的利率 向乙公司支付违约金 好 结果后边他一定违约 然后呢 乙公司会选择主张吗 他绝对不会选择主张 所以你在答题的时候 这个什么可以选择主张 你都不用写 你就直接答可以一并主张就完了 因为他一定会一并主张的 选择主张有什么可考的呀 对吧 那一并主张到底法院支持还是不支持啊 支不支持啊 那很简单啊 那你就看这个题目当中给你的LPR是多少啊 如果说题目当中给你的LPR是5% 你说支不支持啊 那就不支持啊 为什么呀 很简单啊 因为四倍利率是20%啊 而预期利率加上违约金是22% 他超了呀 但是如果说给的LPR是6%呢 6%那就支持啊 因为4624他就没抄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考试的时候 他就可以通过给你的一个已知条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来控制这个题目的走向 所以这种点是要求考生要尤其关注的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 民间借贷的其他考点 首先第一个是互联网借贷平台的法律责任 没有这平台还出不了事呢 是吧 你光盯着人家利息呢 人家盯着你本金区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互联网借贷平台的法律责任都是什么 第一个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款的关系 网络平台 它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 是不承担担保责任的 注意 他不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是 他仅仅只提供了媒介服务 换句话说 他的身份是个中介 如果仅仅只是为借贷双方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 交易的场所 交易的机会 OK 不承担担保责任 但是如果网络贷款平台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 明示或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贷款提供担保的 那么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就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换句话说 这种情况下 他的身份就不仅仅只是中介 他是中介加担保 那对不起 你就要承担担保责任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就看清楚这个题目的表达 他有没有通过网页 通过广告 或者通过什么媒体 表示他为双方之间的贷款提供担保 如果案例当中有这种表达 那对不起 你就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法定代表人在民间借贷合同当中的责任 这个法定代表人跟这里边果乱 果乱的方式就有两种 第一种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 他以单位的名义 与出借人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 但是我们有证据证明 所借款项是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个人使用 就是他以单位的名义签的合同 但是这个钱他自己用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作为出借人请求将法定代表人 或者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 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是准许的 第二种情况呢 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负责人 他是以个人的名义 与出借人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 但是他所借的款项干嘛用了呢 用于单位的生产经营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出借人请求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 这个人民法院也是支持的 如果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以单位的名义 与出借人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 然后将款项用于法人的经营活动 这种情况下 你在起诉的时候 你能够起诉这个法人 你能起诉他的法定代表人吗 不行 所以一定看清楚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了看题 这是21年的多选题 三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下列情形中可以认定为 满足贷款人提供借款的要件的 有谁 A 以现金支付的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到手里了 满足 B 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的 款项到达借款人账户了 满足 C 以票据支付的 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注意 不是取得票据时 是取得票据权利时 你在票据上没干一张 你光把票给他了 不算 有 D 以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 为支付方式的 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 实际支配权的时候 没问题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ABCD 全选 好 再看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书 2022年3月1号 张某与李某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张某向李某借款50万元 年利率是10% 3月5日 李某将45万元转账给张某 声明预扣了5万块钱的利息 这叫什么玩意儿 这个叫砍头戴 对吧 利息预先在本金当中扣除的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 计算利息 双方未约定借款期限怎么办 可以随时要求还 也可以随时还 但是要给对方留出必要的准备时间 就行了 那么下列关于该借款合同效力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谁 A说合同成立日期是22年的3月1号 合同成立日期是3月5号 为啥呀 因为这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实践合同 要找他限时给付的时间 3月5号李某才将45万转账给张某 所以成立的时间是3月5 而不是3月1 B说因预先扣除借款利息5万元 借款合同无效 不是借款合同无效 而是我们要按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计算利息 C说借款合同的成立日期是2022年3月5号 这是对的 D说因为未约定借款期限 借款合同无效 未约定借款期限只是影响到什么时候还款的事 那对合同效力没有影响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是C选项 好 再看一道16年的单选 这道题说 假公司通过以互联网借贷平台向秉公司借款30万元 用于商业经营 年利率是28% 以互联网借贷平台在主页上标明 通过本平台签订的借款合同 本公司保障出借人的本金安全 本公司保障出借人的本金安全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就是你属于担保人的证明 好 已知 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26% 4倍利率24% 问你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谁 A说借款利率高于法定最高利率借款合同无效 高于法定最高利率是超过的部分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并不意味着借款合同无效 所以A是错的 B说以互联网借贷平台应当对借款本金承担担保责任正确 C说甲饼公司属于法人之间的借贷借款合同无效 法人之间的借贷如果是用于生产经营的 这个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错的 D说借款利率超出法定最高利率 视为对利息没有约定 不是视为对利息没有约定 而是超过的部分不支持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就是B选项